香港人你們開心嗎? 不開心嗎? 你開心一點吧 政府為大家搞了很多節目 名字很開心的 叫開心香港 大家可以一起參加 有得玩 有得吃 開心心的一起在這裡 同時間也借此支持我們經濟的復蘇 今個星期六搞全港戲院日 所有戲票劃一30元 開心 港狗新駕又會搞美食市集免費入場 今個星期六會展率先舉行 預留10萬張票給市民 星期三起在18區民政事務中心派 下個月6至7日就在沙田大會堂廣場 和沙田公園搞 6月3和6月4日就在觀塘海濱公園 沙田和觀塘這兩場不用飛 帶個人去就可以了 好開心 除了食又會在18區搞市集 海洋公園的夜間樂園活動 Chill all night 在6月3、10、17、24日 每晚都會被5000個訪客免費入場 真是好開心 女法局就在7月8至8月6日 每個星期六 在灣仔海濱花園搞海陸嘉年華 一聽就知道好開心 整個開心香港會花2000萬 那會帶來幾多經濟效益呢 那我想開心就很難度有KPI 你看我現在都很開心 對吧 我見到大家一起參與我們這個 既知道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我私上都會 他想這個開心香港的 campaign 即整個活動 都是希望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 參與這個活動之後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開心愉快的心情 那如果不是香港人 又有沒有得一起30元看電影呢 即上面我們不會抗拒 譬如不要說內地來 就算在外國來的旅客 他們參與我們都歡迎 但我們相信仍然受眾 仍然會大部分以本地的居民為主 我相信外地來的 或者內地來的旅客來到 也都不會純粹因為今天 戲票便宜了 去到30元 特意要去看一套電影 若然看電影不對的話 不知道抽機票會不會令大家開心呢 機管局之前公布透過 本地航空公司向旅客送機票 國泰4月24至30日搞抽獎 免費送27,000張 由香港出發的機票 大家只要去這裡 先登記做國泰會員 就可以參加抽獎 大家又不用覺得怪 網頁只有簡體字 為什麼呢 因為主辦機構和宣傳單位 是國泰航空深圳代表處 還有網頁有京工網安備號 一定效安全 至於大家抽不抽就自己決定 或者參考曾志偉這句 記住 出來撤其他果盤 嗯 幸好 我們不是為了果盤 我們那裡 不論大事還是小事 Channel C 穩盡方法 告訴你 這就是出App的意義 一機在手 包羅萬有 喜歡看片定看字 全靠你一隻手指 無論事情開心不開心 對你很重要 還是吃花生 Channel C 每日都會 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貼地 全真 快點下載